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各位观众是否会好奇每月都会推出哪些新游戏 又或是有哪些冷门佳作可以游玩呢? 而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和各位玩家们分享 即将在10月发布的10款新游戏啦 那这其中呢就包括一些较为冷门 但是玩法特别的游戏和备受玩家期待的新游戏 如果有任何遗漏或者是错误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开始吧 随着PS平台上经典独战游戏 例如战神在PC平台上的推出 那一款PS平台的独战游戏 秘境探险也将在PC上推出了 想要在PC上玩到这款游戏的玩家 那就要多多注意啦 Uncharted 盗贼传奇合集将在10月19日在PC上推出 售价为50美金 游戏集合了来自秘境探险4 盗贼末路 还有以女生为主角的秘境探险 失落的遗产的单人故事剧情 玩家将化身成内生德雷克和克洛伊弗雷泽 在他们各自的冒险旅程中面对过去 创造自己的未来 发掘如电影般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 还有最精彩刺激的动作场面 从茂密的丛林覆盖着白雪的山脉 异国岛屿到大雨连绵的街道 探索美丽环境中每一分令人惊叹的细节 并且在PC上体验到超清晰的4K分辨率 与超宽显示器支持的电影式叙事彻底沉浸其中 玩家还可以连接PS手柄来获得与PS平台一样的游戏体验呢 除此之外呢 游戏还针对PC进行了优化 例如重新设计的UI 以及可自定义的图形选项 让人们获得最适合他们需求的体验 而且相比游戏精美的画面来说 游戏对电脑的配置要求也不高 密境探险在PS平台上 一直都被玩家们称为必玩的游戏之一 如今登上了PC平台 那想要体验这款经典游戏的玩家们 就千万不要错过咯 Lost Eidolens 幻灵僵尸路 是一款由韩国独立游戏开发公司 Ocean Drive Studio开发 于10月13日发布 售价为35美金的游戏 根据Steam上的资料显示 幻灵僵尸路是一款以回合制 进行游玩的角色扮演类游戏 这也代表这是一款战术类型的游戏 玩家将扮演艾登 一名佣兵团长 带领他和他的盟友们 经历一场战争实施 透过扣人心犬的电影化叙事 走进一个苦于内战 日渐衰亡的帝国 在每一场战役中 玩家可以在正方格地图上排兵布阵 让战士们前往合适的位置 充分发挥职业和法术的优势 在游戏内有20多位可用角色 职业也多达10种 因此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招募并训练英雄人物 并为他们挑选合适的职业 这款游戏与其他单纯战斗的战术游戏不同的是 玩家不仅仅需要赢得战争 还必须和盟友结盟 玩家可以通过建造影帝 说服各色人等投入麾下 并了解他们的过去经历 帮助他们度过这场风起云涌的革命 除此之外 游戏画面也是非常的精美 其实从MMORPG游戏 黑色沙漠就可以看出 韩国游戏在画面上 尤其是人物画面构造上 一直都是强项 而且像这样的战术游戏 在如今的市场上 已经不再多见 尤其是如此精美的游戏 因此感兴趣的玩家们 也可以前往官网去查看哦 七龙珠作为一个日本动漫界的大IP 一直都有根据其故事改变而成的游戏 而这次七龙珠的粉丝 又可以体验到一款七龙珠的游戏 那就是七龙珠破戒斗士啦 七龙珠破戒斗士是一款 由万代南梦宫制作并发布的游戏 将于10月14日发布 而售价将会是19美金 游戏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在于它与其他一对一对战游戏不同 这款游戏采用的是一对七 也就是不对称方式 来让玩家体验七龙珠的世界 由于是由万代南梦宫所开发的游戏 因此品质还是有所保证的 在本作中 玩家可以选择扮演超能力者 或者是侵略者 在时间内抓捕幸存者 也可以扮演幸存者 展开脱逃 玩家可以扮演的超能力者 大概有九位 分别是悟空 贝极塔 断笛 克林 天津犯 雅木查 少年悟犯 与成年特南克斯等人 侵略者则会有弗莉莎 魔人布偶 与沙鲁三人 而幸存者这边 也会有几位来自原作的人物 分别是布马 乌龙 与那个战斗力只有五的农户大叔 另外 根据采访我们可以知道 游戏大概在发售三四个月之后 会推出一个大型更新 到时候也会追加一些角色 新的内容也会加入到机票之中 在游戏中呢 玩家可以根据喜好来创建自己的角色 或是设置招式等 而随着游玩时间越长 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皮肤哦 从游戏介绍来看 这是一款适合与朋友一起玩的派对游戏 还是以七龙珠为主轴 因此对于七龙珠粉丝来说 这是一款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游戏 而且由于是派对游戏 因此就算玩家不亲自玩 看其他实况主玩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喜欢恐怖游戏的玩家们有福啦 Scon 一款即将发布于10月21日的第一人称恐怖冒险游戏 开发商是来自塞尔维亚的App Software 售价为36美金 游戏背景设定在充斥着怪异形体 与昏暗光影之下的噩梦世界 玩家将控制一个没有皮肤的类人生物 迷失在一个虚构的 有如噩梦般的外星星球上 该星球上呢 到处都是奇怪的生物 和由机器 钢铁 肉体和骨头组成的有机结构 玩家将以开放世界的方式 探索各种相互关联的区域 寻找更多有关游戏世界中的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 游戏开发商特地强调了 Scon并不是一款射击游戏 而是一款解谜游戏 玩家必须避免遇到外星世界的居民 从他们身边逃跑 而不是向他们开枪 不过虽然是一款解谜游戏 但是玩家还是有一些枪支可以使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玩家能够携带的弹药并不多 需要好好管理 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到 游戏主要还是鼓励玩家逃跑 而不是战斗 Fstudio其实只要在2014年 就已经发布了这款游戏的预告片 并在筹款网站 Kickstarter上进行筹款活动 不过很不幸的是 当时的筹款活动并不太成功 也没有筹得太多的资金 一直到2015年 开发商才获得了来自一位投资者的资金 开始全面投入制作 2017年 他们再次发布了筹款活动 并达到了15万欧元的筹款金额 游戏一直到2020年5月7日 才宣布将在PC上发布 并将在Xbox上具有游戏机独占权 以4K和60fps运行 除此之外呢 开发商还强调了 这款游戏并不会在上一代主机上发布 因为他们并不想将开发时间 花在低标准的游戏版本和整体体验上 从开发周期来看呢 Scon的开发过程并不顺利 但也因此开发商可以细心打磨游戏的品质 而且从发布的预告片也可以看到 游戏的完成度相当高 画面也是非常精美的 因此喜欢恐怖游戏的玩家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游戏啦 不知道玩家是否有听说过 Star Ocean系列作品呢 Star Ocean系列是由Strike X和Square Enix 联手打造的RPG作品 早在1997年就发布了第一部作品 游戏允许玩家通过行动和对话选择 来改变故事情节的结果为名 在2009年的评论中 Nintendo Live还称赞了Star Ocean的技术 并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好玩的任天堂游戏之一 而现在Star Ocean也将迎来系列作品第六作 也就是Star Ocean的Divine Force啦 Star Ocean的Divine Force将会于10月27日发布 售价为60美金 在最新作中玩家除了可以在空间中360度自由翱翔在天空中之外 还可以在岩壁或城镇的屋顶间来回飞翔探索 并且游戏还声称他们将拥有游戏系列以来最大的地图呢 因此无论是战斗还是冒险都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体验 除此之外游戏中还拥有系列作中最快最强的动作系统 玩家可以无拘无束的在游戏中体验战斗 如角色能够在超高速移动后突刺 使用从敌人面前瞬间消失的动作 还可以运用一级必杀的技能一网打进大量的敌人 那说到这里 有些玩家可能会担心没有玩过前作 是否会不了解故事剧情的走向 好消息是这并不会影响玩家们哦 所有Star Ocean系列作品都可以单独玩 也无需了解他们的顺序 因此想要入坑的玩家们 这一次的新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游戏已经在9月20日于PS平台上发布了demo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先下载demo来玩玩看哦 2009年由华纳兄弟互动娱乐发布的 蝙蝠家阿卡汉丰人院 在当时被认为是史上最佳漫画超级英雄游戏之一 是一款备受好评的游戏 而如今的2022年 华纳兄弟将再次发布一款 被受玩家期待的最新蝙蝠家新作 那就是高坦骑士 高坦骑士是一款开放世界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即将在10月21日发布 售价为60美金 有鉴于前作的成功 这款游戏也被玩家们认为 是2022年最受期待的游戏之一 与其他蝙蝠侠相关游戏不同的是 游戏设定是在蝙蝠侠死后的高坦市 因此玩家操控的也不是蝙蝠侠 而是蝙蝠家族 其中就包括了蝙蝠女 夜翼 红头罩 及罗宾 背景设定在蝙蝠侠的去世之后 一支新生且极具扩张性的犯罪组织 席卷了整个高坦市的大街小巷 导致犯罪率无法无天的上升 玩家将扮演蝙蝠侠的四个前门徒 解开制作城市最为黑暗的谜团 并与极其凶恶的反派正面对决 全力避免街区陷入混乱 在游戏中 玩家也会遇到令人熟悉的反派角色 其中就包括了玩家最喜欢的女反派 哈利奎恩和企鹅等 在游戏玩法上呢 游戏中每一个角色 都有自己独特的游戏风格和能力 而且游戏还加入了 可以两人一起合作的多人游戏模式 其中第二个玩家可以随时进出 也不会影响另一个玩家 游戏比较特别的一点 就在于它具有自动升级的功能 但当玩家游玩的角色升级的时候 敌人也会一起升级 并且一旦玩家角色的等级足够高 特殊敌人也会更频繁地出现 此外 当玩家扮演的角色升级时 其他三位角色也会一起升级 以避免他们落后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 玩家重复游玩的麻烦 由于是开放世界游戏 玩家还可以使用蝙蝠车等交通工具 来探索城市 而说到高坦市 玩家也会自动联想到夜晚 因此游戏内的所有剧情 也都只会发生在晚上 作为一款2022年最期待的大作之一 说到这里 玩家是否有预购的冲动呢 现在预购的玩家们 还可以获得 233制定蝙蝠机车装扮哦 赶紧前往官网查看详情吧 备受任天堂粉丝喜爱的 《魔兵惊天路》系列作品 在经历了七年的漫长等待之后 终于迎来了新作 也就是《魔兵惊天路3》 《魔兵惊天路》是一款由白金工作室开发 并且由任天堂独家发行在任天堂平台上的动作游戏 第一作发布于2009年 游戏在发售后就因为其出色的战斗 演示和配乐获得了很多的正面评价 在当时也被提名并赢得了多个游戏奖项 游戏系列到2010年为止 全球已经售出了超过100万套 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游戏之一 而如今要发布的是《魔兵惊天路》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计划将于10月28日发售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本作是系列首次支援中文 因此玩家们不用担心看不懂了 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二代之后 也就是世界各地被突入其来的人造生物武器 赫姆克鲁斯所侵略 玩家将扮演培欧妮塔 为保护世界和平而战斗 除了性感魔女培欧妮塔以外 同时还将有维尤拉等新角色 以及恶魔奴隶等新技能的登场 玩家也将可以召唤魔兽 并使出全新的动作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游戏还引入了一种被称为天使模式的新显示模式 由于游戏中会存在着一些裸露的画面 因此这个模式就隐藏了所有在游戏中和过场动画中的裸露画面 以防止一些玩家喜欢把Nintendo Switch连接到电视上游玩 然后被父母看见裸体的尴尬场面 2016年大热的游戏Overwatch 在当时可说是每个人都在玩 虽然因为暴雪的原因 目前这款游戏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玩了 但听到Overwatch即将发布第二代的时候 每个玩家都还是非常的期待 Overwatch第二代也就是Overwatch 2 即将在10月4日发布 而这款游戏也将会以免费的方式推出 预计到时候将会吸引许多新玩家一起游玩 相比第一代 第二代将加入一批新的多人模式地图 首批公布的新地图就有 加拿大的多伦多 瑞典的哥德堡 巴西的里约热内鲁 美国的纽约 以及摩纳哥的蒙特卡洛 而PVP模式也从6V6改成了5V5 并取消了被广大玩家所诟病的 占领要点和攻防作战的游戏模式 Overwatch 2还包含了一个全新的游戏模式 那就是机动推进 玩家们在地图中 争夺中央机器人的控制权 将障碍从地图正中央 推向敌方基地 双方队伍随时都能争夺机器人的控制权 最先推进至终点的队伍获胜 在新的剧情任务中 4名玩家可以扮演Overwatch故事中的英雄 齐心协力 共同完成一系列任务 向敌人发起反击 游戏也采用了全新的游戏引擎 能够更好地呈现华丽的环境 与阴影特效 所有游戏角色也都拥有了全新的外观 细节更加丰富 画质也更加的清晰 如果玩家账号中拥有第一代Overwatch游戏 所有成就 占利品 收藏也都可以直接转移到Overwatch 2中 这就很好地帮助了旧玩家回国 免费的方式也能让那些想要体验 Overwatch 2的玩家们一个机会 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玩家们 可以多多期待他们的发售咯 《决胜时刻》作为每年的年货游戏 《决胜时刻》作为每年的年货游戏 游戏背景故事发生在2022年 在美国的导弹杀死了一名外国将军之后 玩家将扮演141特遣部队控制局势 并防止进一步的升级 同时还将与恐怖组织Alquatala 还被称为Las Almas的贩毒集团作战 而在游戏的玩法上也带来了几次的变化 例如合作模式中的高级人工系统 以及全新的车辆系统等等 玩家可以在车辆中从车窗外探出身子 爬上车顶和劫持 同时多人模式还迎来了全新的第三人称模式 并具有几种新的游戏模式 其中就包括了淘汰赛和Prisoner Rescue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前往官网去查看哦 不知道玩家是否有玩过在2019年6月发布 并且还备受好评的独立作品《瘟疫传说无罪》呢 在今年10月18日 玩家就可以玩到他的续作《瘟疫传说安魂曲》啦 游戏由阿兽波Studio开发 主要故事背景设定在欧洲14世纪 黑死病蔓延扩散的时代 故事将会成熙前作的结尾 讲述Amy小儿Hugo这对姐弟前往法国南部 寻找治疗血液病的故事 同时还要逃离宗教裁判所的士兵 成群的老鼠以及黑死病 与全作类似 安魂曲是一款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的动作冒险游戏 游戏玩法也与第一款游戏基本类似 但战斗系统得到了明显的进步 主角姐姐Amy小儿配备了可以刺杀敌人的小刀 以及可以投资石块的投尸锁 和弩等武器 还可以与炼金术混合物结合使用 轻松击败对手呢 在最新作中 游戏还推出了一个新的进度系统 随着游戏的进度发展 玩家可以获得额外的技能和能力 擅长潜行的玩家们 可以选择解锁潜行技能 而那些喜欢刺激玩法的玩家 也可以选择解锁额外的战斗技能 目前安魂曲的售价呢 将会是50美金 还没体验过前作的玩家 也可以趁现在赶快入手前作 好让自己能够在本作发售前 先把游戏玩一轮 直接无缝接入本作的剧情之中 对Amicia和Hugo这对姐弟的冒险 也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当然影片无法把所有新游戏都包含进去 像是即将在10月21日发布的 《女神异文录5增强版》 和Switch独占的《Mario新作》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碍于篇幅 玩家机密就不得不舍去他们啦 那玩家如果有任何想要介绍 或推荐的10月新游戏 还是冷门游戏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喜欢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